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今天发生了哪些事 验光师透过专业的仪器 仔细为长者检查视力 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眼睛问题 根据卫福部国健署调查显示 约有超过两成的老人表示有视力状况 其中老花眼最为严重 不仅对他们的生活品质产生负面影响 严重的话可能导致忧郁症 像现在来的 那些优优人比较小的也是看不出来 比较重要的就是 有些人说要去出门 要去出门 看路标 看门 白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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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到 就弄到滑滑的时候 才有法导人我看了 看你啊 有时候要去出门也是要照顾 你也是要照顾 有时候孙 孙有时候要叫他照顾名 也是要照顾 最主要就是有闪光 阿哥老花眼 那在视力的方面是最重要的 因为当他的视力不好 会影响到心情 影响到心情 他个人一个人又在一个屋子里面 又很容易 如果又一个人生活 很容易会影响到他会情绪 甚至会有忧郁的问题 那忧郁来讲 对老人家是很严重 因为有时候甚至会闪不开 或心情不好 那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那这是因为目前来讲 社会是最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只能做 我们的燕光师 刚好又是这个职务 然后刚好可以藉由我的 就是我们的本身专业 来先帮他解决视觉的问题 让他看得清楚 然后也比较愿意走去外面 看看大致来 中华民国老人福利关怀协会 与专业护眼中心合作 启动护眼长者爱计划 第一阶段目击到174副 爱心民众捐赠的镜框 以及护眼中心额外提供的全新镜框 8月展开第二阶段 接送长者到护眼中心艳光 并依据他们的需求 提供两副合适的眼镜 包括适合看远的智能光感变色眼镜 和阅读用的眼镜 让长辈拥有清晰视力 这个活动老协在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的支持 因为在我们的一些长辈 甚至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他其实走在路上 他看到招牌或是红绿灯 其实已经不清楚了 那有时候看看家里的亲人的照片 或是阅读 他觉得看近的时候 眼睛又很吃力 那老协发起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那我们第一阶段募集了 大概有200副的镜框 除了我们的意料之外是 同业捐了快一半 表示说其实大家对护眼 跟这个关怀长者的这个心 其实都在 只是说要有人把它带起来 那法灵业护眼服务中心呢 那就想扮演这个角色 让更多的支持者 来支持这个计划 让我们服务更多 需要配近的一个长者 老人福利关怀协会 理事长蔡鸿鹏表示 协会在访试过程中 发现有弱势长者 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 购买合适眼镜 因此启动护眼长者爱计划 除了感谢社会的爱心支持 更期盼各界共享盛举 其实我们的理事 一个装生发装理事 就是我们协会的理事 他在去年就跟我提到说 是不是能够来帮老人家 这些比较 可能经济不是那么好的 一个老人家 我们这些长者 来做一个配近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从去年 因为刚好 今年刚好疫情解封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活动 所以这个活动 其实最主要 还是要感谢我们法尼尔 我们理事厅长 还有我们装理事 特别我要很感谢我们双原理的 徐卫成席里长 因为其实我们协会 每个月都会去他们里内 发送物资 我很想看到 理事厅这么久的 这实在是 应该那时候 里长开门给你得到 当然我们现在是希望 不是只有眼镜界 其实我们希望说 各行各业的人 都能够来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快要中秋节了 我们希望说 能够有饭店的业者 能够来提供我们一些月饼 我们能够来送给应景的一个食物 类似这样子 或者是说过年的时候 要送年菜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餐厅 或者什么样的团扇公司 愿意来协助 除了吃的以外 衣服也是啊 我想十一住行 我们都是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很高兴的就是 我们跟法林尔这样的一个合作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领头羊 那也希望说 当这个活动能够 让更多的企业能够知道 也能够让更多的企业来投入 来照顾我们这些独居 跟清函的长者 老人福利关怀协会 诚挚呼吁社会大众 关注眼睛健康的重要性 并邀请大家热情参与 让每位弱势长者 都能拥有清晰的视力 同时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之情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在里长的代理下 里民们手持相知 用虔诚的心 一同祭拜祈福 中正区三爱里 中原普渡法会 27号下午在连云公园举办 今年总共信 约400户里民共襄盛举 家家户户 将饼干水果等各式贡品 摆满整桌 里长则是请来 道业专精的法师送金 场面庄严隆重 今天是我们三爱里 便里的中原普渡 拜拜法会 我们的安排的话 就是也请五位法师 来送金 然后有准备一些 简单的 那个隆重的 那个贡品 希望我们各地各路的好兄弟 一起来享用 那我也借这个机会 希望好兄弟也保卫我们 本里里民居家平安 大家都健康快乐 谢谢 我们替里民准备一些金子 香香 然后叫我们里民 自己准备一些简单的水果 跟饼干干粮 那些而已 简单隆重就好了 让我们里民 求平安心安 中原普渡 是我们每年很重要 很重要的这个日子 所以那也希望借这个 这个拜拜的机会 祈求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那一切顺心如意 有礼办公室 举办大型普渡法会 除了可以省去里民 准备祭祀用品的时间 同时也鼓励民众 以米代金 减少香脂纸钱 并将金子集中焚烧 也更加环保 谢谢我们商业里的 成人子里长 来办理一个 慶战中原 连连普渡的 一个祭典活动 那 因为大家可以把贡品 还有一些禁止钱 都来这边 共办一些好兄弟 那然后这个禁止钱 那也可以来参加 市政府的一个集中焚烧 我想这样会减少 很多里民 他们在焚烧禁止的一些困扰 那所以我们市府就在推动 这个金银子钱集中焚烧 那同时也推出 这个以米代金 以公代金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希望这个减少 这个金银子钱的焚烧 为我们这个环保 大家彼此来尽一份心力 在法师送金祈福下 里长与里民双手合十 一同祈祷 希望借由一年一度的 中原普渡法会 传达里民虔诚的心意 祈求好兄弟保佑 风调雨顺一切平安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数十名远景强力攻坚制毒工厂 进行具体及搜索 这一间位于桃园一处工业区的洗衣工厂 竟然常有Ketamine制毒工厂 专案小组调查黄姓祖贤 拉拢朋友杜姓贤犯 及朱姓贤犯 组成制毒集团 由朱贤负责制毒 后续人手不足再找进张贤协助 制毒集团利用洗衣厂 后方隐秘的铁皮屋制毒 制毒设施齐全 整个过程宛如知名美国戏剧 绝命毒师真实版上演 习事局经过密及根肩收政 终于一举破获 整个搜索查扣了三级毒品Ketamine 以及四级毒品N-Bug 总共54.5公斤 以及三级毒品Ketamine半唇品 1公噸242公斤 制毒工具等大批的账政物 那整个案件调查 我们发现了这个幕后的首脑黄姓金主 他去找了朱姓毒品通气犯制毒师傅 并联合另外两名的共犯 躲在这一个大型洗衣厂的后方的大型的一个厂房 后面在那边制毒 那全案的索性 我们及时的查获 避免这个大量的毒品流出到市面上 那整个案件从6月到8月间 我们持续的依照检察官的指示 我们向上溯源清查所有的金流以及人际网络 刑事局方面已经将全案 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偵办 黄姓祖先等事人也被裁定羁押禁件 刑事局方面强调 制毒工厂常隐身在社区住宅或工业区中 警方将持续锁定制作运送及贩毒集团 向上溯源扫荡幕后帮派组织 也呼吁民众勇于检举一起守护国人健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86岁的高阿嬷只说两位医生救了她的命 还特别制作感谢状给医生 二十年前就做过主动脉半膜自换手术的高阿嬷 今年又开始出现走路会喘的症状 经过门诊确认署严重主动脉半膜狭窄 在林口肠根医院心脏整合中心团队治疗后 术后七天就可以出院而且走路不再喘 让高阿嬷相当开心 此年我又慢慢地走慢慢地走运动 我今天可以走到很远都可以走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叶教授 另一位63岁的土女士还在现场小跑步 很难想象手术前她连煮个菜都有困难 在内外科组成医疗团队集市广益下 这两起病例决定采经导管主动脉半膜自换手术 林口肠根方面表示经导管自换手术 因为属于微创手术而且恢复快 与传统手术比较起来更适合高龄及身体状况较差的高风险患者 传统的心脏手术第一个可能还是需要开胸 不管是大伤口标准伤口还是小伤口的方式 它可能还是要一定程度的开胸 第二个这个传统标准手术必须要心脏暂时停止 使用人工心肺剂来支持 那在高龄或者是身体比较差的病人 可能没有办法来挨这一刀来承受这样的手术 所以经导管半膜的致患手术 对这一类的病人是比较特别适合的吗 针对这类的病人 假如说他需要做以往的手术的治疗的时候 可能他的手术的风险相对就会比较高 那这种情形之下 为了要克服这样的问题 势必就要联合内科外科 甚至其他的专科的医师 来做组成一个医疗团队 那大家来及时广益讨论一下 采取怎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可以对病人是最好的一个治疗方式 林口肠根方面表示 主动脉半膜狭窄常见的原因 属于自然脑化而造成 常发生在70岁到80岁左右 民众如果出现胸闷 呼吸喘或晕厥等症状 就应该紧速就医及早治疗 主动脉半狭窄常见的症状 大概是三大类 包括了胸痛 昏倒 那跟喘 喘就是心脏衰竭 为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血液没有办法有效的送出来 因为我们的半膜已经卡住了 所以血送不出来 所以没有办法供应到冠状动脉 所以它会有胸闷的状况 没有办法供应到脑部 所以重大器官 会有这个血流不够的状况 所以会产生以上的症状 那刚有刚刚的简报已经可以看到 一旦出现症状 它预期的存活的年 大部分是两年到五年之间 所以是相当危急的 那也有猝死的可能 所以一旦有症状 建议及早治疗 医师也再次呼吁 有主动脉半膜狭窄的民众 尤其是高龄患者 不要因为害怕而延误就医 及早到专科本诊追踪积极治疗 才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 享受饮法生活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而大使熊站也特别来此庆祝生日 号召粉丝民众一起到各个地下街 挖掘美食好物 台北地下街有个广 小孩喜欢 你拿到什么 熊站 熊站 因为今天是熊站生日 特地带小孩子来看他 我觉得因为这边人潮还蛮多的 蛮适合的 而且也不会说太爆满之类的 可能会说都会进行一个声音吧 其实它就是蛮干净整洁的 就是招牌明亮啊 就是你要逛什么 其实都还蛮清清楚楚 然后动线也算是蛮 就是还蛮流畅的 我们地下街是非常有特色的 像我们的东方不败的五银茶 五银茶就是在这东西上圈 这条街唯一存在超过五年以上 生意非常好 把我们的老菜包子啊 还有我们智慧图书馆 大家也可以分享 我们的地面 东西里面很喜欢去那边 吹吹冷静看看书 对对 然后还有我们后面的面包店 然后一个走到底的 我们的成品薯片 其实东西地下街是蛮丰富的啦 所以大家你看 虾生草非常多 那这几年站出了之后 这个地下街的 把我们地下街的管理中心 也非常的用心在管理这边 那我们逛完之后 我们去哪里 大家等一天知道 我们上面的混市集 对 混市集在这两年 其实带来非常多人潮 那我现在大家去走一走 很多问题的商品 让大家知道东西没有没落 东西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辣妹 对不对 对 那喜欢辣妹吗 对 他是雷达啦 他是辣妹雷达 你看他来到这里 不能跟我想 不能跟我抢 花月都是他的生日月 那我们其实今天熊战 身为观传局的议员 台北市的观光大使 我们就希望今年过年 过生日 他能够就是用实际行动 带熊粉们 来我们很多台北市的各个地下街 来把地下街好康的 而且很棒的产品来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欢迎 今天是开始第一场 所以我们还有九场 欢迎各位熊粉来跟着熊站 来到每个地下街 来发掘每个地下街的 漂亮好吃好买的地方 开心喔 今天熊站第一站 就来到我们东区的商圈 那我想东区商圈 是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商业聚集地 也是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是有一点点年纪的好朋友们 都会在东区找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透过熊站接下来 还有九场 在台北市各个重要商圈的巡回 我们都会希望大家在意后 能够出来走走逛逛买买 帮熊站庆生 也刺激一下我们台北市的买区 熊站带领全唱大跳主题曲曲目 抢西周边民众目光 现场气氛热闹火落 更有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的熊粉 献上生日祖福 熊站借着生日月 在台北商圈地下街巡回 首站出了东区地下街 也到混市集逛逛 邀请民众在意后出门消费 因为以前熊站生日 大概就办了粉丝见面会 因为他其实有将近20万的粉丝 忠实粉丝 那我们想说 其实疫情这三年来 熊站不要只是自己过生日 他应该也要出来拼经济 帮忙拼经济 所以今年熊站的生日 我们就把它变成生日月 让他在我们台北的一些地下街的商圈 还有重要的商圈 都能够来带着熊粉们 来到各个商圈 来拼经济 来消费 然后也多 透过在走动商圈才发觉 所以说其实台北有非常多的美食 也有很多的伴手礼 也有很多东西 可以让你想要花钱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 那另外就是 其实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在东区 我们都知道 像我这种年纪的 第一次要买奢侈品 都一定是来这里的 等于是这里是台北的百货的原生地 还有它的巷弄美食 只要任何有新的美食一进来 第一家店都会选这里 所以这也为什么今天熊站 我们把它带来暖售的地点 就在东区的地下街 对 东区末落以来 其实市政府 有非常多的资源进来 来振兴东区 那这一次呢 观传局也带我们熊站来 我们也蛮高兴蛮惊讶的 因为熊站毕竟有20万的粉丝 那今天在地下街的时候 带来非常多的人潮 那我相信熊站在那庆生 一定会让东区 带来更多的人潮进来 东区来做消费 熊站庆生活动一直到8月30号 邀请民众一起来追熊 完成指定任务 并上传至熊站脸书粉丝专页 指定贴文留言区 还可以抽熊站主题住宿房一晚 熊站造型风扇 熊站运动毛巾 以及熊站热气球造型 悠悠卡等周边好礼 熊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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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宝八宝八宝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2023浮轮台北城市创意公益路跑 3 2 1 台北国际浮轮年会地主筹备委员会 卸三联主委与国际浮轮六地区总监 以及活动总召集人及台北市体育局长等贵宾 一同为浮轮社年度运动盛会揭开活动序幕 2023浮轮台北城市创意公益路跑活动 将号召万人参与 一起为世界创造希望而跑 11月26号那天 我们希望有1万6千位的浮轮人跟民众 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有分成两个赛事 有入门款3公里 跟赛事的12.5公里的两个方式 我们这次的活动除了第一个是为了2026 国际浮轮世界年会在台北而起跑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浮轮社 各位都知道我们最大的就是在关心弱势团体 希望能够做更多的公益 也为呼吁民众的健康走出户外 然后我们这一次所有路跑的捷鱼款 会做成我们六个地区所有社会服务的公益款 为世界创造希望而跑 层次邀请新北市、基隆市、宜蘭县、花莲县 我们3490地区的社友保存券小浮轮 一起来为世界创造希望 为我们的健康而跑 为公益而跑 为国际浮轮2026世界年会在台北起跑 谢谢 活动部分所得将由各地区福轮社运用于社会公益服务 同时也为即将在台北举办的 2026年国际福轮世界年会进行暖身 因为我身为HOC的这个主委 我希望我们所有北部六个地区的总监 以及社友还有大叔们还有民众们都能来参加 为我们的健康而跑 为我们的国际福轮联会而跑 2026国际福轮联会 我们原则上一级会有超过130个国家的人 原则上会有超过5万人的这个社友 还有保健们来参加 所以这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活动 所以不但可以我们提升台湾的能见度 可以让全世界的社友看到台北 来台北做一个很好一个宣传 2023福轮台北城市创意工艺路跑 将于11月26号在总统府前广场起跑 即日起至9月10号开放报名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肝机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 与伯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伯雄 还有众多支持肝机会的各界人士 以及患肝重生病友及家属 为肝机会成立29周年 一同欢唱生日快乐歌 许金川表示 在各界努力下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已雕出国人十大死因之外 但每年仍有1.2万人因肝硬化或肝癌死亡 因此肝机会在2021年3月推动 今年超了煤 国民赋超十年计划 呼吁全民一起来保肝 现在29年了 虽然有肝病由国病退出变第二名 慢性肝病 肝硬化 变成十大死因之外 变成是第二名 但是各位可能还不晓得 我们还是每年有1万2千人 因为肝硬化其他肝病肝癌而死亡 其中包括7千人的肝癌 5千人的肝硬化 这个原因就是肝脏内部没有痛腿神经 等到不舒服再找医生做超音波 做检查的时候来不及了 所以对我们今年37岁以后的打过疫苗的新生儿来讲 我们的肝病防治是成功的一半 但是另外一半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旧台湾人 就是疫苗还没有发明的年代 我们这些旧台湾人 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可能是我们的同胞 可能是偏远地坚民众 他们都是等到干屁莫起才发现 才求意都来不及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三年前要发动全党疫苗的目的 就是至少我们台湾的国家 每人至少要做一个超音波 万一我们肝脏降出肿瘤 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那我们也知道目前最主要的是B肝跟C肝 那么这些病毒性的肝病呢 我们要消灭它 一定要找出来到底哪一些国人是B肝或C肝的代源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一旦知道自己我们B肝或C肝代源 一定要有所行动 也就要出来追踪 检查 包括抽血跟超音波 最后要及早治疗 那我们刚讲这个超音波 就是我们最近 从2021年开始推这个全民护操运动 就是因为这个是了解我们肝病 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你抽血正常 包括肝功能跟胎儿蛋白正常 不代表肝没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做超音波 所以我们未来呢 还是以这个为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第一个要鼓励国人主动筛检 第二个要定期 而且要长期追踪 必要的时候要及早接受治疗 那么未来呢 我们把病毒性肝病消灭以后 现在国人最重要的是脂肪肝 脂肪肝这个部分呢 是未来的国病 我们都要继续去消灭它 不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议题 现场还由台大医学院院长李衍玄 颁发好新肝 仅于医疗贡献奖给李柏黄教授 患肝重生艺人石英也亲自献花 感谢李教授 同时还颁发杰出研究奖给张美惠教授 卫福部国健署署长吴钊君也特别前来 感谢干机会 以及所有为肝病防治贡献的一届人士 那台湾呢在大家的努力 特别是在座很多前辈 贵宾的呼吁跟建议 那政府在106年开始 把这个肝病的治疗 药物纳入健保的给付 更在2017宣示了 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消除 吸干这样的一个目标 2030年能够把米干清除 那么这样的一个目标定了以后 我想我们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忙跟协助 健保在从106到现在 我们投入了大概400多亿的经费 那国民健康署从过去 98年之前 10年的筛检量大概只有80万左右 那么从98年 99年9月开放 全民筛检的时候 45岁以上 都能够提供米西干的一个筛检 那么我们到目前 总共筛了超过500万人 那里WHO的目标 也跟在座的关心的人做一个报告 那么我们希望 2025年能够清除西干 Inimission的时候 我们目标的治疗出行到 今年度的5月底 我们总共治疗了18万1千多人 我们要达到目标 后续还有5.1万人 必须要找出来 希望能够在203年 能够回应 WHO的目标 活动中护理人员的小朋友以及艺人 一同演唱歌曲 感谢肝机会团队29年来 一步一脚印为台湾肝苦人员梦 肝机会也期盼更多好朋友 加入全岛一肝 今年超了煤 全民富超总动员行列 早日达成消灭肝病的目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3 2 1 请启动 皇冠号整备完毕 正式启程 好 大家请比个3个小时 皇冠海岸山海之冠 皇冠海岸世界之冠 皇冠号出发 跟亚洲之神陈和房先生 他拥有的国冠号来做结合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 国冠号的一个装饰行销 能够到我们台湾各地 将我们的皇冠海岸推销给大家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推动 我们希望更能走出我们北海岸 让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个皇冠海岸 最好的海鲜 以及最棒的温泉 最好的一个产业 故事馆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 各位看到 恭喜致热王 那处长要帮我们拿一张 看一下推荐去哪里 对 推荐去哪里呢 恭喜处长 卡之爆米花 观光工厂乐园 哇 有很棒的美食 在新北市的观音山 哈哈哈 对 我们远到会到台中 到宜蘭 那我们也会在台北的花博 9月2号 3号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曝光 能够让我们皇冠海岸 那业者的这些讯息 好吃好玩好游的景点 跟大家一起分享 北关处处长方正光表示 皇冠海岸圈里面 有很多知名的景点 像是主办岛屿生活节的 和平岛地质公园 也是游客相当喜欢来的地方 希望能继续发挥景点的 文化深度跟特色 持续发光发亮 和平岛我想大家在基隆 也相当知道 而且它可以说是第一个 台湾接触国际的一个地点 那和平岛本身它有它的文化 还有它的地址 那在今年我们也希望 和平岛能得到全世界 我们参加的绿色永续旅游的 百大旅游目的地 我希望它一定会得奖 那和平岛本身 我们希望结合和平岛的特色 然后找出它的文化 然后持续的将和平岛的岛屿生活 变为我们永续的一个旅游 跟环保的一个推广 北关处方面用创新的手法 希望让各地游客多认识 皇冠海岸观光圈 进而亲身来沉浸式的体验 各项旅游魅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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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六位曼菲天使用跳舞感谢来参加 他们毕业典礼的爸爸妈妈 亲人和照顾他们的老师 以及市长谢国良和市议员们 这是基隆市政府委托伊甸基金会经营管理的 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特地为六位可爱的曼菲天使 也就是早聊儿童举办这一场温馨的毕业典礼 除了我们的付出之外 我相信爸爸妈妈们你们的付出更多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日子 因为我们看见他们 在他们人生学习的第一个阶段 他们毕业了 他们从这边 结束了他们这个阶段的学习 即将进到小学去 做一个新的学习 包括市长谢国良以及市议员秦真 何淑萍 韩世玉和郭美秀都亲自参加 分别颁发毕业证书以及毕业礼物 给予曼菲天使毕业生们满满的祝福 爸爸妈妈放孩子们到医殿来的时候 也可以比较放心 那当然我觉得一个特殊的孩子 总是比较需要爸爸妈妈更多一个的关系 那这个过程中小孩爸爸也稍微有点体会 那也没有办法跟在座的父母亲的心脑 有所比拟 同时你说我们社会处也好 市府也好 只要我们能够协助医殿的 协助爸爸妈妈的 我们都会尽力的来做 那也许未来我觉得在各项的政策上 还有更多可以让孩子们的环境可以做得更好 我相信议会也会给我们支持 也会给我们鞭策 那我们把这个爱的环境搭造得更好 先拍完这张 我们后面有大合照 一去为你感动交往 整场毕业典礼充满温馨和快乐的气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来自台日韩六十多位国际学生 参加围棋周的设计研习营 成果发表会上 学生们展现创意 对于基隆城市提供改变的想法 我们发表是跟绿能交通有关系 然后就是我们有在想基隆的河道可以发展船只观光业 就是因为我们去基隆庙口夜市的时候就发现 基隆庙口夜市那附近就车子有乱停的现象 然后还有游客当地的居民 就是可能会人车这样就是会比较危险 然后就在想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比较安全也可以比较快速的到达一些观光景点 我们是研究城市中的路标 那我们发现说基隆上面的路标 他们其实对于国外的旅客是非常不友善的 那我们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去做出发 然后也可以让基隆他其实是可以去跟国际有更多的连结 颁奖典礼上总计颁出了十个团体奖和十份个人奖 其中最基隆奖由市长谢国良亲自公开表扬 而议长同志伟市府秘书长方定安 产发处长林鼎超都出席典礼 肯定新秀们将自己的创意和发想 作为市政府未来市政参考 很高兴三个国家的设计精英设计新秀 可以针对基隆的城市风貌 建筑设计跟城市景观 可以给我们一些好的意见 就如同我们一开始在开幕时所说的 这些好的意见我们都会留下来 当作我们城市改造的一些创意的一个基地 那我们未来也会打造适合的青创基地 会以设计这个领域为我们的主轴 邀请更多的国家的设计人才到基隆来 做一些这个新创 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来放这个创意的发想 那我也觉得基隆未来是一个设计业很好的一个聚落 我们可以集中的让更多的人来到基隆 对基隆的未来的改变 能够投注一些新的想法 谢谢我们市政府产发处 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承接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们基隆有不同的交流的活化 过去基隆的发展 它就是一个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的一个城市 国际交流 因为我们从400年前西班牙人到基隆 然后一路到日本了 所以我们的城市发展有非常多的面向 也非常多的文化 也就是说我们开发的非常的早 所以我们有很多城市的设施或是建筑物 或是我们的一些发展都已经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比较老旧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我们在座一些学生们 或是专家们的创新思维 来帮我们注入新的力量跟能量 让我们的政府来做参考 市政府举办了国际研席营 规划七天的行程 包括主题课程 AI实作 走访金融市港口各角落 以及创意发想讨论 行程相当丰富 这个活动其实已经办了二十几年了 那去年和前年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都在线上办理 那这次真的是疫情后的第一次 就在我们基隆台湾头 然后来办理这个台日韩学生设计研席营 那很荣幸的 基隆成为疫情后的第一个主办的城市 台日韩的学生其实还蛮多的 包含我们本国的学生 都有一些甚至都没有来过基隆 那其实藉由这样的机会 然后也让他们 带他们深度的去 去看看基隆的美 基隆的好 所以其实他们有坐船 去我们的内港去看了一下 然后也包含正兵啊 厂屋啊 然后其实他们都去看了 那其实让他们更了解基隆 然后希望可以透过他们一些 年轻的这些发想 还有一些创意 然后设计出的这些作品 可以帮助基隆的整个 整个市容可以有所提升 那今年呢我们以基隆这座城市为主题 来让始祖学生共同来发想 台湾 韩国 日本呢 每一国的学生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所以共同发想了非常多有趣的创意 那其中呢我们觉得非常精彩的 就是像例如说利用了基隆的河川 然后还有海洋来进行交通的运输 那并且呢也有学生提出了 利用夜市来作为是民众交流的一个场所 所以这些呢发想呢 其实我们就想说如果有机会 能够成为是一个真实 能够实现的一个梦想 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基隆 在这一次台日韩的学生工作坊当中呢 能够把梦想幻化回真实 让他们美梦成真 这一项学生设计研锡营 从2001年起由台湾 日本 韩国 三国轮流举办 疫情之后首度恢复实体课程 透过台日韩青年的能量 以及多元观点思考设计 希望帮城市注入新的力量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导 看到市长谢国良来进小米酒 马上燃起原住民朋友们的热情 和市长开心合照也回进小米酒 大家就像亲朋好友般见面一样 毫无距离感 原住民联合风年季活动 在原住民文化会馆热闹举行 在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市议员陈明健 以及各区区长们陪同下 机动市长谢国良亲自出席参加 市长谢国良向原住民朋友报告 未来将会持续投入经费 照顾原住民朋友 特别是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今天是原住民的我们的朋友们 一年一季的联合风年季 现场非常的热闹 我们也看到我们 郑天才委员的夫人 大家也一起来参加 未来我们针对原住民的朋友 我们仍然有很多一些计划跟想法 针对孩子们的教育等等 我们都会有一些 一系列的政策研讨 跟未来的政策推出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关心 更多原住民的孩子 尤其在教育的方面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为大家做得更多 也感谢政委员夫人 大家共同来关心 我们基隆的原住民议题 感谢大家 原住民总头目 也非常感谢市长 能够出席 原住民最重要的风年季活动 我很欢迎他 能够很祝救我们原住民 这是我们的荣幸 希望我们原住民 好海能帮到我们的文化传承 也希望说我们的金融社市长 好好借助我们原住民 在什么样的活动 把我们的机会增加一点 让我们的活动 各位都很快乐 谢谢大家 谢国良除了到进老席 致赠红包感谢长者们之外 也拿着小米酒 向来自基隆各地区的原住民朋友 敬酒 场面嗨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 针对超跑嘉年华活动 召开的效益说明记者会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邀请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业务部副理崔清华 交通处的科长曾令伟 交通队长张玉丽 说明活动效益的几项数据 这个超跑嘉年华的部分 邀请了很多的车友们 一起来共襄盛举 也成功的吸引到很多民众 来一起来参加 那呢这两天呢 也突破了3.5万人次来进行参与 除此之外呢 也有非常众多的这个媒体朋友 来帮助我们一起来进行 相关的一个曝光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也受到非常高人气的一个关注 那他后续呢 所产生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效益 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也带给基隆很大的一个帮助 以往啊 就是说八月原本应该都会拖很久 他们三天前才会订房 但是因为这个活动 他们就提前两周就来订房 速度非常快 这也让我们觉得 这活动真的很很明显 可以带动旅客的一个效益 那在住宿的还有营收的部分 都很明显 跟前几周比起来有4%到5.5%的一个增加 所以呢 这样自助餐下午茶 以及包厢的一个桌菜 他在两周前也是不如都订到客满 这也让我们觉得很惊讶 我们觉得很棒耶 19、20号的车流量相对于之前的对照组 大致上都是比较呈现减少的趋势 那我们推测这个原因有可能包含说 因为这个会场离大众运输场占比较近 所以大家都会多加的使用大众运输来前往 然后透过线上的一个即时监控 我让我们的一个勤务的一个调度 能够更加的灵活运用 哪里有塞车远景就到哪里去做一个指挥疏导 那影片的效益部分的话 超跑嘉年华的主新闻 破了15万人次来观看 那受众的部分 我们发现说除了基隆市的自己的本地的居民以外 还有发现这个外县市 新北市或者桃园市或者是台北台中 也非常关切这个基隆市的这个超跑嘉年华的活动 然后以这个男性的受众群 群比女性多 然后主要是这个青年族 就是35岁到44岁 他是具有消费能力的这个民众为主 那其实他在网路上的声量部分的话呢 他Google的搜寻的声量呢 是第三名 那另外的话也有在各的平台和网红的YouTube 那持续的发酵 那此外的话呢 那在电视这个媒体露出部分的话 我们总计也有20则 另外报纸的部分露出的部分有18则 超跑嘉年华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 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透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可以带来这么高声量的一个媒体曝光 这个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个部分 那也是因为很多民众看到这么巨大的一个新闻的露出 而加上他们的印象想要来基隆的这个冲动 我觉得这是可以让我们去做借进的 未来我们也会 针对这一方面也会在做后续的讨论跟规划 如果平日啊 或是说在淡季的时候也能多多举办 那对我们在地的一些旅宿业 或是说所有的产业应该都会有更大的帮助 综合各项数据来看 基隆超跑嘉年华在Google的搜寻趋势当天 近了前8名 显示基隆因为超跑嘉年华的活动热度 成为当天的热门焦点 而且明显带动在地商业的活络 市府表示这次经验将作为下次创新活动的修改意见 进行持续滚动式修正 让基隆越来越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直线加速以及引擎声浪 让围观的民众热血沸腾 这是基隆市政府8月中旬 封闭部分中正路路段 举办超跑嘉年华活动 吸引相当多的民众前来参观 不过基隆市议员也在市议会提出 照片和相关资料质询 包括办理的经费从哪里来 是否也动用到市政府的预备金呢 才会让烧胎过有痕迹的路面可以一夜之间复原 以及地点的选择是否有问题 才会造成塞车的情况 看到市用市政府有史以来最快的效率 这个是活动办理第二天的现场的一个状况 但是到我们的隔天 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的标示标线完整的恢复 那一直到了昨天上午再下一张 这条马路铺平了 哇 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效率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其他道路破损了之后 我们有这么快的一个效率 可以把我们的马路重新来做一个复原 但是我想要问的是这件事情 这一笔钱是谁出的 那预备金作为法定紧急用途的金库 被用来作为城市行销用 这当然不是首例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清楚 说明清楚 因为你从中央法定颁布的预算法 第22条到第70条 都明确规范 不管是第一预备金还是第二预备金 它都是所谓在法定业务内容情况底下 如果不够才会作为紧急用途 公安的预算 它的支出跟收入的部分 到底合不合法 到底都去哪里公开透明的部分 虽然后续才有办法给我们资料 但是到底合法性的部分 是不是主计处财政处或者是政风处 有人可以待会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答复呢 更有议员用反凤的语气质疑 为什么是由掌管交通的交通处办理 而不是由掌管观光行销的官销处办理呢 社会处来承办好了 社会住宅也社会处可以带着看嘛 那如果我们那个联合祭祀活动 也不用什么民政处办 我们交给消防局嘛 更方便 那个指钱烧完还可以直接扑灭 而支持办理这项活动 行销基隆的示意原则认为 超跑嘉年华这两天的活动 确实吸引许多外现市人潮 来基隆参观也年代在基隆消费 但是在地点选择上 下次确实可以再审慎考量更好的地点 才不会让人胆战心惊 是真的是我真的是心惊胆跳 整个会真的是抱怨声 你记得你也稍微听声音的 这个超跑是好的人去享受 大概有那个层级的啦 所以在地点当然啦 你为了说寻销我们基隆 能够来基隆市看看我们的整个状况 这个本席不反对 但是我在未来的话 是不是在办任何 就针对这一次好好去检讨 我们不是在西六那个停车场 每天就是将近三四百个停车位都没人停 那我们市政府也积极在假日优惠 让大家能直接从高架桥下来 直接往那边停 然后再走到我们市区 那以后我们如果说办活动的话 我希望可以多利用那个地方 我记得以前国务院也都在那边办 你说基隆市区会塞车 又不是因为办超保加電話才会塞车 平常也很会塞啊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要去解决塞车的问题啦 这也是要解决 那以后再选择这个地点的话 本市区建议啦 比较郊区一点的啦 因为这个真的会塞车啦 齁 然后在这边的话 当天的话还有放烟火嘛 然后还有呢 应该是客家义民姐在那边嘛 对不对 那当天那天的活动是蛮多的啦 那本市在这边建议我们市长 如果真的有这个活动要办的话 尽量把它错开 那那天有从美农的 有从高雄的台中的嘉义的 那些的选手都有上来 那其实在那天我一个感想就是 让全台湾省的这些年轻人 也知道我们基隆有这样的地方 市长谢国良搭巡使者表示 办理这项活动加上晚上烟火施放 确实吸引很多人来基隆参观游玩消费 而塞车的情况也确实没有比平常 周六日塞车更为严重 我总觉得就是一句话跟大家讲 这是真心话 我们可以讨论看看 这就是一般的周六塞车 它没有比我们平常 平日比较塞车的周六 然后没有活动的周六 来的比较塞车 它就是一个等同于 比较塞车的周六的一个车流量的情况 先讲预算科目的 的确它不是本年度 前市府安排好的活动 所以它没有这样的科目 那就像台日韩的设计 颜喜盈 现在正在举办 这两天要闭幕一样 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活动 那这个也觉得说 如果办得不错 值得办 然后没有科目的话 如果能够做得来 我们还是会想办法把它办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过去前也有潜力 这样子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也提出数据表示 超跑嘉年华两天活动里面 总共吸引了三万六千多人到场参观 人次也算不少 第一天因为天气比较好 大概吸引了将近有两万四千人左右 那第二天因为下午 刚好就开始下雨 所以人次比较少 大概吸引了将近一万两千人 不过市长也强调他个人会比较倾向 下次举办电动车活动 也会听取采纳议员们的建议 作为下次办理类似活动的重要参考 其实如果问我 我内心真正想办的就是 像电动车这样子的一种 或电动机车这样子的一种 赛事跟活动 可是我们实在没有相关的经验 然后也没有任何人懂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让他们来办办看 然后在城市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习一些经验的话 或许是一些不错的方式 就是说一方面你们的指导 可以给我做学习 未来做改进 未来会不会再办相关的 我觉得还是会 因为我们可以再精进 我们这一次的计划 把车辆改成电动车 然后把它移到更适合的地点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进步的方式 可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一次大家都有帮忙宣传过 包括你们的批评指教 也是一种另类的宣传 所以这一次变成说大家都有看到 然后再加上晚上烟火也放得不错 所以整体而言 这是一个热闹的礼拜六的周末 最后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也做成决议 第一点 市府办理大型活动 应事先缜密规划 随时监控人群及交通状况 因应道路车流及时调整耗制控制 并规划驾车民众行驶替代道路 避开用涉地段 误造成老民破坏活动的美意 市府应听取建言并予以改进 第二点 有关本案经费来源及采购流程等 请相关单位检讨 并于下次定期会业务报告时提出说明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